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北京工资收入是一方面 更主要的是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可能更有利于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吧 我刚才也说了在济南待了一年 在烟台待了一年 在那边总是机会吧相对的还是少 但是每工作干完一年之后 就觉着没有一些上升空间了 所以就选择了来北京试一试 当时来北京找工作还是挺顺利的 对 当时第一份工作当时是很满意的 收入来说吧 当时在烟台一个月有一千多块钱 来北京之后 好像当时他们人是让我自己提工资 我也不知道自己提了个说两千多 现在想想确实挺傻的 他们马上就答应了 然后过了两天就去上班了 但是过了不久 工作两三个月之后 发现相同工作的其他同事拿到比较多 基本就感觉很不平衡 当时是觉得给孩子一个安定的环境 所以当时就很难关心 就买房子了 幸好当时买了 不然现在就买不起了 住的地方离工作好远好远 工作在西四方那边 我现在住在通州 冬午饭外边了 每天上下班 得一个半小时以上 等孩子慢慢长大 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 现在考虑换个地方 让孩子在那边受到更好的教育 现在想想要留在北京 除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之外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孩子 特别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大家都知道 北京有咱们国家最好的教育资源 有最好的医疗条件 其他的比如说住公园 动物园 科技馆之类的 一大批公共设施 也在他们国家来说 也当时最好的 所以大多数人都想把孩子 送到北京来接受教育 我觉得现在在北京 按一般人的阳光来看 应该是比较 应该是已经扎下根了 比如说现在工作 我爱人的工作 这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房子也有了 那孩子户口也是 也算落到北京了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 内心里边还是觉得差一点什么东西 但差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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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